如今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对敏昂来政府不利的消息,不断有集会的领导人公开反对敏昂来,要求他下台,并且这些言论获得了在场群众的欢呼,要知道,对于缅甸军政府而言,这样的言论在几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 这里是胜历史,订阅我,融入历史的大舞台,成为时间的见证者。 敏昂来遭遇最大危机,缅甸军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敏昂来大将,日子也不太好过,但很多议程还是得硬着头皮推进,军政府日前发布声明,将紧急状态再次延长半年,并对内部人士进行改组,同时宣布放宽政党选举登记规定。 不过以军政府现在的情况,只要高层不乱,内部人士变动来变动去,基本都是换汤不换药,至于放宽政党参选门槛,也是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 要知道,仅在过去一年,军政府就解散了超过40个政党。 紧急状态延长半年,意味着军政府将继续维持现在这个尴尬的托管状态,除非和国内的民主派和其他民地武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否则缅甸就很难恢复先前的政治秩序。 不过在外界看来,延长紧急状态,也只是军政府用来争取时间的权宜之计,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当前的被动处境。 值得一提的是,军政府正是延长紧急状态前,由缅甸民主派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以及与其结盟的三个民地武发表联合声明, 向军政府下了最后通牒,民主派强调,他们致力于结束缅甸军队对政治的参与,以后的缅军将完全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不会在未来的政治活动中有任何地位,如果军政府无条件接受民主派的条件,双方还是可以举行谈判。 推动权力和平过渡,这个通牒发出来没几天,军政府就宣布延长紧急状态,摆出了一副针锋相对的架势, 缅甸来也发表讲话,说要不惜一切代价,使国家恢复稳定。 不过,各方都注意到,缅北冲突之后,缅甸来在军政府中的影响力已经有直线下降的趋势, 网络上甚至开始密集出现要求缅甸来下台的声音,很多立场上亲近军政府的媒体, 也对缅甸来发起尖锐的批评,显然从去年10月底,缅北地区突然爆发战事以来, 短短几个月,军政府已经失去了对至少35个城镇的控制。 虽然现在缅北,也就是中国边境附近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在其他地方,战斗仍在继续, 如今缅甸来将紧急状态再延长6个月,以允许军方执行任务。 另外,缅甸的民众也不愿再给缅甸来6个月的时间, 缅甸的经济,在数十年的军事主导统治之后,已经疲软,并遭受了重创。 自三年前军事政变和西方制裁以来,外国投资枯竭,包括不断的停电, 燃料等关键商品的受到频繁冲击,以及价格飞涨, 进一步压缩了普通家庭的生存空间,加之互联网的普及。 普通民众看到四大家族等成员不断炫耀财富, 心中的怒火已经到达了极点,更不必说军政府可能与其暗中勾结, 这都进一步削弱了民众对军政府的支持。 而现在这些反抗力量,也给出了与军政府谈判的六大要求, 首先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将武装部队置于文职政府的控制之下, 并结束军事对政治的干预,其次是寻求建立一个联邦民主联盟。 看得出来,这第一点就已经是动了敏昂来执政的根基, 对于这样的要求,相信敏昂来不一定会妥协。 于是,持续不断的战事就难以避免。 不过这些抵抗运动的势力正在不断壮大, 虽说缅甸军方实力不俗, 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击败缅甸政府军, 而且至少能够迫使军方交出实质性的一些权力。 目前来看,这些反抗势力可能在六月左右季风降雨到来时, 许多地方的战斗才会停止, 这也和敏昂来提出的六个月不谋而合, 无论缅甸局势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可以肯定的是,电炸这颗毒瘤已经是人人得而诸之, 这无疑就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 从中我们也能看到, 缅北冲突以及后续的连锁反应, 对敏昂来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很有可能成为他政治生命的分水岭, 因为当年敏昂来就是靠平定果敢, 在缅军中一路青云,现在果敢一手。 缅甸政府军还在老街吃了个大败仗, 作为军政府领导人, 缅昂来自然要承担主要责任, 缅甸全境堪称狼烟四起。 缅北最大的电信诈骗头目白索成等人, 被缅甸各方移交给中方, 虽然现在看来结果是好的, 可背后的过程并不如想象得顺利, 大家知道。 自从中方通缉明学昌等人之后, 剩下的缅北四大家族成员也各个心惊胆战, 但从时间上来看,抓获明学昌只用了一周的时间, 但中方通缉了白索成等人之后, 直到一个多月后, 白索成才落网, 这个时间上是值得深思的。 原先缅北四大家族, 主要集中在缅北山邦北部国感自治区的首府老街, 但当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也就是国感同盟军攻下老街后, 并未找到白索成等人。 据缅甸媒体报道, 早在明学昌被通缉后, 缅甸军政府就意识到剩下的四大家族迟早也是烫手的山芋。 但是还有最后一次利用价值, 于是白索成等电诈集团头目, 就被缅甸军政府秘密转移到了 善邦北部南山镇的缅军空军基地等其他军事据点。 其实这是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来的一步臭棋, 原本敏昂来是不想白索成等人 暴露缅甸军政府与电诈集团的关系, 但这已经是没有摆上台面的事实, 于是缅甸来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将白索成等人当作谈判的筹码。 但缅甸来的失误就在于, 他错误地估计了缅甸三兄弟联盟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 果敢同盟军是和四大家族, 以及缅甸政府军有加仇的, 外界普遍认为果敢同盟军的复仇之战, 但果敢同盟军打出的旗号并不是抢地盘, 而是清缴电诈集团, 这是极为聪明的举动, 既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逼迫缅甸来军政府妥协, 又可以在实际上控制住果敢地区。 可果敢同盟军攻下老街市后, 便也没有了继续扩大战果的理由, 毕竟缅北的电渣窝点已经被清缴, 但白索成等人的逃跑, 并被缅甸政府军可能窝藏, 就成了缅甸三兄弟联盟的出师之名。 不过在中方的斡旋下, 缅甸各方来到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进行谈判, 而停火最终是达成了, 但也就宣告着, 缅甸来政府必定需要妥协, 交出白索成等人, 因此缅甸来还是选择了一条最现实的道路, 那就是积极配合中方和各方打击电渣, 起码保证了缅北地区的和平稳定, 这对于缅甸当前的局势来说, 是极为不易的。 别看缅北冲突现在暂时告一段落, 但缅甸全国各地的民地武, 如今空前活跃, 纷纷向缅军发起进攻, 根据各方的观察, 缅甸政府军在多条战线上都受到压力, 丢掉了不少领土, 一些重要城镇也没保住, 而且士气长期低落状态, 内部领导力和凝聚力都相当低迷, 所以, 面对内外形势的变化, 娘来必须要为自己找一条退路, 想办法与民主派和民地武势力接触, 缅甸被东盟孤立, 我们有必要明确的是, 无论是军政府, 还是以昂山素季为代表的民主派, 核心都是大缅族主义, 这是他们的政治基本盘, 双方的分歧, 主要存在于政治改革这块, 像是三年前, 娘来发动政变, 推翻昂山素季政府, 就是因为双方没有谈妥, 作为军方的最高领导人, 娘来希望自己能够全身而退, 政治改革还不能触动缅军的核心利益, 但昂山素季不愿开这个头, 归根结底, 缅军属于典型的军阀势力, 全靠独立且可观的财政收入, 维持内部的凝聚力, 如果被清算, 在政治上失去话语权, 就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财政收入会锐减, 对下属的控制力下降, 到时候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但政变三年以后, 事态并没有往军政府预想的方向发展, 反而自己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首先是内部冲突不断, 在缅北冲突之后, 更是变本加厉, 再加上不断增强的外部压力, 缅甸被东盟孤立的态势越发明显, 军政府现在确实需要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而且这个台阶外界不会轻易给, 只能自己想办法造, 前不久, 军政府派出非政治代表参加东盟非政治会议, 就引起了外界的密集关注, 这可能是军政府姿态上的弱化, 毕竟, 过去这几年, 东盟开会, 基本上是完全把缅甸排除在外, 作为向军政府施加外交压力的方式, 如今东盟魄力允许军政府派代表参加会议, 可能是敏昂来这边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在半年以后, 军政府是否还会再次延长紧急状态, 缅甸政治秩序的恢复进程能否重启, 取决于军政府和民主派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勾兑得怎么样, 谁会做出更多的妥协与让步,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民主派提出的几个条件, 已经超出了军政府的心理承受限度, 所以在勾兑的过程中, 免不了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 如果缅军在战场上不能拿回主动权, 谈判桌上也没有跟人讨价还价的资格, 但有中国在边上盯着, 军政府和民主派之间的分歧, 不太可能演变成缅甸的全面内战, 之前中方出手调解缅北冲突, 就说明我们不会坐视这个邻国声战声乱, 危及中国的地区利益, 这里是胜历史, 订阅我, 融入历史的大舞台, 成为时间的见证者。